就这样,八名院主东一句西一句地闲聊了片刻后,就各自带着最后出现的一批弟子离开了大殿。 一个时辰之后,姜仲带着柳明他们一众弟子回到了飘轰院的义士大厅当中。 在那里,早有得到通知的其他试炼完的新入门弟子等在了那里。 不过,比起进入之前,这些新入门的弟子赫然只剩下了二十余人了,竟然陨落了十多人。 而阎明雪云倒也安然无恙地站在了里面。 姜仲这位飘轰院的院主,目光从一众的弟子身上扫过后,叹了一口气后,才缓缓说道。 好了,此次试炼发生了不少变故,你们也都辛苦了。 不过,按照这次的规矩,美人需得上交三颗火灵精盒,才算是通过了试炼。 并且因为试炼难度增加的缘故,美人可以额外得到宗门一千贡献点奖励。 这些能够侥幸在这场一变中存活下来的弟子们,自然没有一个是弱者。 区区三枚火灵精盒自然都列取到了。 再一听到还有额外贡献点,自然更是军事一喜。 众人当即纷纷取出三颗火灵精盒,上交给了姜仲后,然后再听了一番老者的勉励之话后,才纷纷离开了大殿。 柳明藏旋二人在上交精盒之后正与回头,却意外地被叫住了。 飘红院大殿一处偏厅当中,姜仲随意地坐在了王座之上,柳明二人则恭敬地站在一旁。 我已经从执法殿那边听说了,你们二人在小燕界中表现得很是出色,能联手击杀火灵王,替我们飘红院可长了不少颜面。 江仲端端起手中的茶杯抿了一口,面露一次笑容地说道,愿主过奖,这些都是弟子应该做的。 藏旋恭敬地回道, 听执法殿的人所言,那火灵王似乎在最后一刻突破到了化精进,你二人联手竟然能够越级将之斩杀,可见的确是有几分实力的。 你们将斩杀过程,详细再给我说上一遍吧。 江仲又露出几分感兴趣之色地说道。 柳明二人互望一眼,旋即将击杀火灵王的过程简单地说了一遍,不禁微微点头,露出几分赞许之色地说道。 入门试领之事便到此结束了,你们在先进弟子中算是出类拔萃的,想必你们二人也知道,再过两年便是十年大笔之期。 你们二人实力不俗,若是这两年再好好努力一番,也未必不能在大笔当中取得较好的名次。 而若是能够进入前十,不仅有宗门内的丰厚奖赏,更可能被门内诸多长座看重,直接收入你们弟子的。 静重面线笑意同时口中叮嘱地说道,柳明二人自然连连点头称是,好了,你们也回去休息吧。 静重满意地点点头,然后冲二人挥了挥手,打发两人离开了。 柳明和藏玄拜别了店主之后,当即便准身离开了飘红院大殿,然后在殿门外寒暄了几句,便各自腾空离去了。 一盏茶的功夫后,柳明返回到了洞府所在。 方一踏进洞府,他便二话不说地大步走进了密室当中。 心念一动下,单手一拍腰间的仰魂带,一股黑气带着呼啸声一卷而出,转眼便幻化成一只巴掌大小,表面黑蒙蒙的迷你银蝎。 柳明用神石与之稍异沟通后,便令古蝎将气息完全放开。 古蝎眼中绿燕一闪,提表黑色雾气一个翻滚后,顿时一股强大的气息出面而来, 引得密室内天地灵气一阵距离波动,让他心中辨识一喜。 从气息上来看,此时的古蝎依然已经有宁夜镜后期的实力。 古蝎似乎也要在柳明这位主人面前好好显背一番, 骤然间银色身体表面,一阵银芒大盛, 仅一下子长大至十余丈大小,几乎不要将整个密室撑破。 在银芒一闪下,又轻刻间缩小至数寸大小, 迎迎一跃地跳至柳明的肩膀上,并亲密至极地用前凹碰了碰其脖颈, 而后又一个闪身地回到了原地,并恢复成原来的大小。 但见其身一对巨鳄猛然一举,竟瞬间狂涨数倍,表面阴光闪闪, 似乎还明映着一些黑色符纹,在一用力挥动而下。 红的一声,一道黑光一闪即逝, 密室坚固的地面赫然出现了一道细长的裂缝。 柳明见此,目中闪过一丝异色, 当即命令骨蝎原地不动, 自己袖子一抖,一道青色锋刃击射而出, 一闪即逝后就斩在了骨蝎身上。 彭的一声,锋刃反弹而开, 骨蝎背部却丝毫痕痕也没有留下。 柳明又是一喜, 显然眼前的骨蝎再次进化之后, 肉身之力又大幅增加, 身躯的坚硬程度又提升了至少一倍以上。 骨蝎也从口中发出一声咯咯笑声, 再次一闪地跳到了柳明尖头上。 你还有什么新本事,也都展现一下吧。 柳明轻轻地抚摸了一下骨蝎巨傲, 口中轻轻地笑道, 此时的骨蝎依然已经有十一二岁的孩童的灵智, 已经能够直接明白柳明所说的话, 无需用神念沟通, 且当即把两把巨傲互相碰撞了几下, 发出咚咚的声音, 就再次一跳而下, 往地下一钻而入。 下一刻, 密尸一角地面处黑气滚滚一出, 骨蝎无声地浮泻而出, 在一张口, 冲附近墙壁喷出了一团拳头大小的黑色毒物, 让柳明吃惊的一幕发生了。 石壁上的禁止在一间处到黑色毒物之火, 轻渴之间溃散消失, 后面石壁更无声地被融化出一个拳头大小的孔洞, 并扔在肉眼可见的速度飞快扩展开来。 柳明眉头一条, 身形一个模糊后便出现在角落处, 当即仔细打量了附近的石壁一番, 但这一缕缕黑色毒物正缓慢地在孔洞边缘来回游动不已。 毒物所碰触的地方原本颇为坚硬的黑色石壁, 被腐化后, 竟化作一丝丝黑烟的消失了。 片刻功夫后, 黑色毒物终于消散殆尽, 而密室的石壁上则出现一个半丈大小的窟窿。 做得不错。 柳明见此情形不禁夸奖了古蝎一句, 古蝎现在所喷毒物之墙, 明显也不是以前可比的了。 趴伏在地上的古蝎听了柳明之眼, 显得更为兴奋。 身后的蝎尾轻轻晃动一下后, 木然一团紫色光晕爆发而出, 仅化为晶莹剔透的半透明模样。 接着尾高一动, 嘶嘶声大响。 柳明只觉附近地面上淡淡虚影一闪, 方圆帐群内的地上就多出了密密麻麻的针孔小洞, 几乎变入每一寸地方。 这一次他真的大吃一惊了, 以他的眼力竟然根本都没有看清古蝎尾高攻击的痕迹, 可见固然有其攻击速度太快的缘故, 另一半则多曼是因为尾高晶体化之后, 让攻击就变得近乎于隐形起来。 正当古蝎又甩动尾高向石壁一杂而去时, 柳明连忙挥手制止了古蝎的行动。 其紫金化的尾高看似威力极大, 如果这般施展下去, 恐怕整间密室都有被损坏的危险。 古蝎文言顿时一个晃动后, 便落到了柳明的尖头, 并结结巴巴的再叫做一声主人。 我问你, 这次苏醒之后除了这些本事外, 还有一些什么心神通? 柳明心念一转后, 问了一句, 古蝎文言当即用娇嫩的女童声音 结结巴巴的回复起来。 原来当日对战巨魔头颅之时, 古蝎吞噬大量巨魔头颅残骸 和其体内的一些紫色晶体, 在经过沉睡的一番变异后, 不仅灵智提高了许多, 还从中获取了巨魔的一些诡异能力。 比如此次在小炎界的矿空之中, 它能够隐隐地感觉到那枚银色丹药的所在, 这种寻宝能力是其中一种而已。 至于其他的能力, 古蝎虽然能够隐约感觉到还有两三种, 但也不知道如何使用出来和具体效用, 只能等以后慢慢摸索实践了。 对了, 主人, 我似乎还得到了一些巨魔记忆, 只是它们非常零碎, 我刚苏醒不久, 还未能将它们拼凑起来。 女童声音结结巴巴巴地继续说道, 巨魔记忆, 柳明唯唯已争, 关于巨魔和魔化的事情, 虽然从罗侯的口中了解到一些, 但其心中仍是相当的好奇。 你刚苏醒不久, 还需要多多休息调整一下, 关于巨魔的记忆, 你要是想起来什么, 就告诉于我。 好的, 主人。 古蝎含糊地回道, 柳明点了脸头, 一排腰间, 古蝎身形一个模糊下, 又化作一团黑色雾气, 一阵风一般地钻入了腰间的养魂袋中。 再次变异后的古蝎实力大增, 对阴气的需求也今非昔比, 此时的养魂袋已经不再适用了, 必须换一个更加高级的才行。 柳明拥用神石一扫腰间另一个皮带之中的飞鲁九鹰, 发现此魔头却仍然在沉睡当中。 随后他略意沉引后, 又从腰间须密罗中, 将装有那枚银色丹药的玉盒取出, 轻轻揭去了上面的浮露, 将盒盖一打而开。 当即三色亮芒一闪, 被三色灯焰包裹的银色丹药, 便再次出现在了柳明眼前。 他当日在小炎剑匆匆一瞥下, 便将其以收而起, 现在回到了密室中, 自然地仔细研究一番。 但见银色丹药在三色灯眼中徐徐转动不停, 上面的三道金色丹纹则扭曲蠕动不停, 仿佛活物一样。 柳明伸出两根手指, 轻轻一碰灯眼, 顿时传来一种仿若实质的温热柔韧之感。 在略以用力的夹起后, 其中竟隐隐的有一股距离传出。 柳明围头围皱, 略以增加手指中的力量, 灯眼中传出的抗力似乎也同时增加。 一番尝试下, 竟无法奈何其分毫, 甚是诡异。 他目中寒光一闪, 释放出强大的精神力, 却同样被三色灯眼阻拦, 无法探入其中分毫。 柳明心念转动几圈后摇了头, 不敢再轻易尝试地将弹药重新放入浴盒, 并贴上浮露, 在此收入须眯罗当中。 这三色灯眼竟如此神奇, 可见其中包裹的银色弹药必定非同小可, 并且多半与那赤色顶炉有莫大的关联, 还是等日后多查阅一些丹药典籍, 在弄清楚丹药的效果之后再做打算。 柳明一番思量后, 又从腰间取出了一枚储物符, 发掘一掐后再往身前一抛后, 密密麻烦的材料在霞光闪动中浮现在地面上。 这些正是此次他从小炎界试炼的所有收获。 除了十颗火灵王的法力结晶之外, 还有二十一枚火灵晶盒, 三颗金灵芝, 一大块紫阳石, 两节巨阳墓, 以及许多多属性灵兽的兽皮, 兽爪等材料。 粗粗一清点后, 柳明心中又是一喜。 眼前的各种材料大概能换取三十多万灵石, 而且这还没计算, 执法殿和飘红院以后所给的贡献点, 这太清门不愧为中天大陆四大太宗之一啊, 区区一个外门新人试炼, 就有这么大收获。 柳明喃喃自语一句后, 便将材料一授而起, 打算找个合适的机会到访试, 将部分不用的材料兑换成零食, 然后再给古鞋和九鹰各自再换一个品质好一些的养魂袋, 并再购置一柄剑食用的剑气。 原心的那口水属性飞剑可是已经毁在了和火灵王的激战中, 无法动用剑修神通, 对其现在的实力可是大有影响的。 柳明心中思量者便在密室一处盘息而坐, 静静地调膝吐纳起来。 同一时间, 太清门的某个秘密空间, 一层被层层光幕笼罩的阁楼内, 一名老者正坐在一把红色摇椅上, 手中把玩着一个红光茫茫的赤红色小顶, 赫然正是不久前, 才被执法殿找回的三位针燕顶这件法宝, 不过体积比原先小了十几倍。 老者一身红衣道袍有些陈旧, 相貌普通, 一头乱糟糟的花白头发, 眼珠却呈淡蓝色, 眼眸中闪烁着微弱的异样光芒。 他端详了此物半上后, 突然一个起身, 向小顶往前方空中一抛, 单手一道红色发掘打出, 红光一闪即逝地没入小顶中。 顿时小顶表面的赤色灵纹一阵闪烁后, 体积一下子胀大起来, 在空中滴溜溜转动不停, 不多时变化为一个两三丈之高的锯顶, 并轰的一声落在了地上, 同时散发的灵气波动也一下浓郁了几分, 向四下滚滚减去。 老者秀华一挥这下, 锯顶的顶盖徐徐打开, 一股白色烟雾从顶口冲出。 随之他身形移动地腾空而起, 双目已眯地朝锯顶之内望去, 突然口中一声轻疑。 我记得此宝被偷走的时候, 是中师弟在用的, 并且里面应该还有一些没有炼制完的丹药, 一直放在里面培养灵性的。 好像是他简化某种上古丹方之后的试炼品, 药性十分不稳定。 不过这丹药叫什么名字来着? 杨剑丹还是斗剑丹? 唉, 年纪大了, 记性就是不好了。 不过好像是对剑修十分有用, 不过以那叛徒的能力, 根本无法打开瓷顶, 取出里面的丹药的。 看来, 要么是培育灵性失败, 瓷丹已经毁掉了, 要么瓷丹灵性培养完成, 已经自行飞出顶炉, 还留在小烟界中。 算了, 这等小事, 还是中师弟返回宗门的时候, 告诉其一声就行了。 倒是现在, 瓷法宝终于空了出来, 我总算可以用来先炼之那件器物了。 老者抓了抓头发, 黑黑一声地说道, 他略意沉饮过后, 手掌一个翻转, 一只金光闪闪的小瓶就出现在了手中, 上面还贴着一张银色浮路。 小瓶放一打开, 一股腥臭的气息立刻在虚空之中弥漫而开。 他单手一翻, 将绿色的液体倒入顶中, 又从腰间除袋中摸出了一些奇奇怪怪的草药, 一同扔进了顶中。 袖轻轻一扶后, 顶盖又缓缓地盖上。 感谢收听摩天计。